音樂 你好 音樂姐 起哲歌 然後歌 琴森 等一下 他叫什麼 不是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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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還有跟Paul哥一起組自己 音樂人組 我本來是抱那個歌唱組 你擺一抱歌唱組 然後呢 然後他禮拜四打電話給我 我就想說 該不會我歌唱組上了吧 然後他就說沒有 他就說 什麼我看到你的影片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搞笑 跟那個什麼 主持 那個戲劇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 可是我那影片沒有搞笑 很認真的唱歌 你在表演裡面 有唱歌的部分嗎 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 主持就是 就佛主持 這塊就好了 佛主 佛主 佛 佛主持 佛主持 好 好 好 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他滿有喜感 既然這樣子 我們就趁機唱一首歌 跟副歌唱一段好不好 好 好 我跟你講 我們製作單位是沒有錯的 你比較適合搞笑 跟我們一起 你還是比較適合佛主持 你們兩個是兄弟吧 我們是雙胞胎 雙胞胎 難怪 可是他們是長得 比較不像的雙胞胎 你們兩個沒有很像 因為你長得好大根 對 對 大根 一起來 我看著盛玉琳長大 幹嘛功力深衷廣大 我看著盛玉琳長大 幹嘛功力深衷廣大 我連身攤的 笑話我倒背如流 他們陪我度過 我每一次的失落 現在我的偶像就站在我面前 請你張開耳朵 聽我說 打開電視就會看到他的 呼爛嘴 很記得他講的鬼故事說 笑帶鬼 最感動陳玉琳的美麗 比有夢見 天花板才露水 不是我的淚水 我終於相信他們的偶像 真的是玉琳哥 對 很厲害 竟然在人生當中 又花了不知道多少時間 去做了這首歌 那個Rapper等於把我這十年來 對啊 全部都在裡面 很適合在有一天我的告別適合中 謝謝玉琳哥 成功了 我覺得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謝謝 你們謝謝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比 大哥和阿虎他們好笑太多了 真的假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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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們 在我們